川普看來他現在這個時候的選舉 越來越危急了 因為美國已經進入一個 快瘋狂的狀態 但之前的瘋狂誰搞出來的 川普搞出來的 因為他那個時候想盡辦法 就要制裁中國大陸 但現在我制裁華為 真的讓華為死了嗎 但憲哥 好像華為在這三不轉 路轉之下 自己找到了一條出路了 對 川普現在非常急 因為他的民調一直掉 現在唯一可以打的就是 反中牌跟抗中牌 但是很奇怪 他對華為一直打一直打 沒打到死 竟然開了一個小門 所以這個地方 打到死居然開後門了 這就值得探討了 華為他現在的5G 幾乎所有的晶片都已經斷片了 沒辦法 華為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的狼性文化 絕對不會坐以待斃 所以他現在開發什麼 開發MV 筆電這個部分 他們預期未來筆電 要讓成為華為另外一個 百億美金的一個產業 大家都知道 他最近的5G 也在最近要推出 他的一個Mail 400 他最近在10月15號 開始要發表 月底要上市 這個Mail 400 其實他目前來講 應該是最後一批 應該是絕版品 為什麼 因為他的麒麟9000 剩下所有的晶片 只有900萬顆 你不夠 所以這個因為是 最後的一個絕版品 所以也會發生搶購的一個風潮 當然我們來講到華為 現在郭敏祺他就認為說 華為你要撩一包 撩一包 因為華為他在2011年成立一間 叫做榮耀這個品牌 榮耀做的是中階跟低階的手機 結果2011年成立到2017年 他那一年就賣了1052萬支的一個手機 而他總產值是人民幣 149.3億是那麼大 如果把這個公司 把它分割出去以後 他除了中低價位以外 他可以往高階去走 因為他已經跟華為分割了 他可以去買到高階的晶片 這可能是華為未來 在突破的過程裡面 他的一條活路 有人說華為跌倒 三星吃飽 三星真的因為華為跌倒 華為這個禁令是川普送給三星 最大最大的一個禮物 三星最近接了一個大單 是美金70億美元的大單 這麼大的機額 對 美國有一家叫做威瑞森 這一家公司 他訂了一個無線通訊 未來五年的大單 另外華為在5G高階的缺口 三星他可能來填補 而且另外在軟體這個部分 包括Google也不能 跟華為合作 包括安卓系統 也不能跟華為APP等等 三星現在眼睜睜的 就看著這一塊 華為你趕快跌倒 我三星不是吃飽 真的吃到爆 但是對川普來講 我也不能讓你三星 整晚都跑掉了 所以我還是要讓 我的美器要賺錢 所以超微Intel 你對華為的功誤 除了5G的一個高階晶片以外 其他通通可以 伺服器人都不可 通通可以 所以他們現在一方面在賺人民幣 一方面又在把華為 以及大陸其他的半導體產業 要掐死 講到美國跟大陸現在的 所謂的反中反美的戰爭 我跟各位報告都是打假的 打假的 怎麼說 因為川普說我要去中化 大陸說我要去美化 我跟各位報告都不可能 大陸的2025製造 也要靠美國的一些機器技術授權 美國光是在去年的5月 5月他美國有一個智庫 他就第一波的中美貿易戰爭 2000億的一個中國商品 課了25%的稅金 他說光是美國一般的家庭 一年因為這樣的25%稅金 就增加了831塊美金的支出 也就25000 2000億後面還有3000多億 所以如果用這樣推算的話 美國家庭一年可能要增加多少 要增加500塊 要增加差不多5萬塊以上的一個支出 可是對美國家庭來講就很重了 對 我們現在看到 另外很奇怪的 11月3號還沒到 但是我們看到川普的一個民調 紅色的是往下一直掉 是 一直掉 拜登的一直上 但是有一個東西很奇怪 叫做人民幣 人民幣最近是往下 是大升值 從7.2現在已經升破6.7 這已經創了這兩年來的新高點 他到底在預告什麼 他到底未來11月3號以後 大家攤牌之後 對所謂的去中化 去免化 以及在反中 抗中的過程裡面 你不要看錯邊 你不要壓錯邊 壓錯邊的話 到時候你可能會後悔 曾圓圓看來真的是個精彩的十月 現在這個時候的變化 一切都很難說 但主要都要看到 11月3號以後的整個變數 可是下個禮拜 有一件事情要發生了 那個事情 可就iPhone12要發表了 iPhone12即將發表 有什麼新的 讓我們感受到的東西呢 蘋果他們今年 最重要的一個產品 就是iPhone12 iPhone12第一個 是他第一次的一個 5G的一個產品 而且這次整合當中 包括了Sub6系統 跟MMWave毫米波 兩個天線直接都灌上去 也就是說 簡單的說 iPhone12 如果你要用5G的一個通訊系統 它一次構築 這次出來的一個宣傳化 大有噱頭 為什麼叫大有噱頭 我們先來看這張 中間這個是蘋果 大家都知道 旁邊圍了幾個圈圈 這幾個圈圈告訴你什麼 我們這次蘋果要出新的顏色 這次新的顏色的過程當中 讓大家覺得耳目一新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這次要出最有貴族氣息的 寶藍色 寶藍 對 因為對很多商業人士來說 商業人士 立剛 我們這個年紀 哪一支粉紅色手機 好像不太好看 哪一支金色的手機 感覺有點太炫富 但是對貴族來說 寶藍色這個來看 非常的沉穩 有一點神秘的顏色 而且這當中 他們裡面寫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字 這個字叫做High Speed 什麼叫High Speed 他要跟各位說 你現在的手機 如果你覺得夠快的話 我要跟你說 你拿到5G手機 你會非常非常的驚豔 為什麼會非常的驚豔 第一個 他目前的通訊速度會往上拉 拉8倍到10倍 他的整個崩包技術 往內一崩的過程當中 會一口氣再拉高6倍 過去你在看戲 看電影 打電動 追劇 卡卡的 以後保證通通都不會 所以iPhone12預計來看 會是2021年 最重要的殺手期的一個產品 而且這次各位 他敢跟你說速度 速度誰來控制 速度當然是由我們台灣的 台積電來控制 台積電現在他們已經說了 全新世代 通通用5奈米最高階的一個晶片 這塊仿真晶片的過程當中 讓台積電9月的一個營收 也呈現大爆發 但是我們說台積電這個地方 真的是洗上加洗 為什麼 知道嗎 因為今天的大消息出來了 你還記得嗎 兩 三週前我們才說 NVIDIA這個叫輝達 輝達去收購了英國ARM最佳公司 讓輝達有機會成為 挑戰Intel的一代霸主 然後這個時候 AMD不開心 AMD他策略想了好久之後 這次真金白銀帶了多少 帶了300億美金 折合台幣8700億 他說賽林斯 如果你願意的話 跟我澄清吧 兩家要強強合併 這是賽林斯強強合併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就會思考到了 這個賽林斯可是大有來頭 為什麼大有來頭 我要先從這一台火星車 開始先來跟大家來說 這個立剛他一定也了解 各位要思考 一般的晶片 叫做一次性的作用 什麼叫一次性的作用 我這個晶片是計算的 我這個晶片是手機的 我這個晶片是DRAM的 我就是一次性的一個使用 但是賽林斯他們有FPGA晶片 這個FPGA晶片 每一次晶片可以附寫 附寫 什麼叫附寫呢 各位去想 當整個火星車在火星上面 探勘在火星上面 做動作的過程當中 有可能NASA每天給他的動作 都是一樣的嗎 不會 都不一樣的 每天都會改 每天都會改的過程當中 兩邊的距離這麼遠 我今天發訊號過去給你 今天是往東走20公里 明天要往南走 今天時間電池不夠 要在這個地方standby 要續電 任何一個動作 是不是地面在操作 是 地面在操作這麼遠的一個地方 這個關鍵是誰做的 這個關鍵就是賽林斯的晶片 裡面裝的是賽林斯晶片 我們剛剛不是說了嗎 一般的晶片 只有一次性的一個作用 所以他可以一直附寫 他就是可以蓋 可以附寫 可以蓋 可以附寫 過去他只能夠蓋 只能附寫 這個算簡單 未來的不一樣的話 各位都知道 未來的世代5G加AI 5G加AI的過程當中 這個就重要了 各位看短短胖胖 F-35戰鬥機 S-5戰鬥機統合晶片 誰做的 賽林斯做的 F-35的戰鬥機在做什麼 F-35戰鬥機統合晶片就是 我今天飛行員很多的訊息 有所謂的統一指揮部過來 對不對 晶片的訊息 一樣有統一指揮部過來 當我F-35過去 把這個國家的大門 踹開的過程當中 我的有機 例如說F-16的中隊 我的地面的中隊 我的整個神盾系統的戰艦 我們是一起過去 你看他矮矮胖胖 他真的矮矮胖胖 為什麼 因為他主要的功能是踹開大門 所以他不用飛得快 他只有1.6倍的音速 他的空彈箱很小 而且他飛不遠 但重點是他逆蹤 重點是他可以自己思考 也就是說很多的事情 過去老傳統時代 我們的戰鬥機飛行員 還要負責發射武器 還要打飛彈 還要聯絡 現在通通不用 AI晶片自己幫你思考 這個AI晶片 操作飛行員的話 相對之下 他的整個負擔就減輕很多了 因為AI晶片 自己思考的過程當中 他會自己去做聯絡的一個動作 簡單的說 比較近的他自己打 比較遠的有機來打 而這個晶片誰來做 賽林斯來做 所以AMD這次出價的過程當中 又出現了市場上的一個強者 這次我們要去說 台積電真的是一代之罷 為什麼 AMD也好 賽林斯也好 輝達也好 ARM也好 蘋果也好 晶片通通由誰做 晶片通通由台積電來做操刀 不得不說台積電 真的是我們的護國神山 是